如果以整個佛教來講的話 佛教的四個大綱名 就是教理行國 或者是細節行政 這四個綱名 所謂教理行國就是 教師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教 就是經典 這部經典裡面所產生的教理 依據這部經典所產生的教理 去修行、去實踐 就能夠獲得這樣的正國的這個國位 這個是教理行國 那麼信解行政呢 也是要 這一部經教 所講的教理 我們深信不信 我們信受奉行 這是信 進一步去理解它、提解它的這個教理 最後呢 最後呢 就要更進一步的修行 然後呢 去正這個教理中 所講的這個國位 也就是信解行政 這個是以一般通土的佛教 來講的 也就是一般通土的佛教呢 來 它的原則 就是 解行 並進 寫剛剛講的 信解行政 如果 如果 學佛 只事單單的 去 理解教理 甚至 把佛教 當作佛學 來 研究的話呢 那麼就如同 縮屬 縮屎 縮屎 縮飽 縮 縮這個飯 但是呢 就沒有飯 不能夠 讓各自 自己吃飽 或者是 屬他人的寶物 鈔票 可是自己 一毛錢也沒有 這個就是 縮屎 縮飽 也叫做 紫上 談兵 紫上 談兵 並不是 演習 也不是 實際的 戰爭 所以 他 談得 再怎麼樣的 高深 玄妙 談得 再怎麼樣的 煎花 亂醉 但 跟 佛法 一點也沒有 關係 因為 佛法 佛教 是講 修行的 講 實踐的 宗教 所以要 解行 並重 解行 並進 解 不行 只不過是 知識上的 行 而不解 恐怕是 黃修 修 修練 因此 談到 佛教 佛教 就 聯想到 修行 這是以通 普的法文來講的 可是 以淨土宗來講 淨土宗 在整個佛教 八大宗派當中 他是屬於 特別的法門 特別的法門 跟 其他 宗派 其他 教育 所不一樣的 特殊的 地方 因此 在整個佛教 八大宗派之中 淨土宗 就被稱為 是 特別的 法門 他的 特別的法門 只要再講 是 阿彌陀佛 大慈悲的 救度 他是跟 解行 這個行 修行 個人的修行 是 有所不同的 這是 淨土宗 之所以 稱為 特別的 宗派 的地方 以 祖師 的這個 叛教 判別 釋迦牟尼佛 一輩子 所講的 所有 教理 分辨 判別 歸納 叫做 叛教 是把 釋迦摩尼佛 一代 所說的 經教 就分為 聖道門 跟 淨土門 聖道門 也就是 通圖的 化門 他的 特色 就是 以自己的 力量 去修 戒 並 會 三學 以及 六度 就是 故事 持見 忍辱 精進 常念 智慧 一 這一個 偽道 這樣的一個 常鬼 去修行 那麼 這一輩子 當然 不可能是 一步 到位 這一輩子 能夠修行 政府 不可能的 因此 必須 維持 那樣一個 修行的 志願 變心 而 使自己 能夠 生生 世世 生而為人 生生 世世 遇到佛法 這樣 能經過 無量的 生生 世世 而期盼 終有一天 能夠 正果 這個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那麼 就 修行的本質來講 它是非常的困難的 所以它的定義就是 聖道門 自立的 燃醒的 是通途的 通於所有法門的 也就是說 八萬四千法門 當然歸納 在我們中國歸納為 八個宗派 八個宗派 八個宗派之中 除了 淨土宗以外的 譬如說 天台宗 華言宗 三論宗 韋士宗 禪宗 禪宗 命宗 律宗 這七個宗派 都是聖道明 都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經過 經過生生世世的修行 然後呢 有進不退 一旦退了 退了 那就 渺渺無情 因此它有困難 那麽 這七個宗派 都要依循這樣的軌道 所以它呢 叫做通普的 共通的 這七個宗派 共通的 通雲 這七個宗派的 這七個宗派的 那麽 建主門呢 它稱爲特別法門 它是不一樣的 它是靠佛力 靠阿彌陀佛救度 很厲害 靠阿彌陀佛 大使大便的怨力 所以呢 它也稱爲 建主門 他力 那麽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 它很單純 它很簡單 它很容易 在教理上 要了解容易 在行事上 要時間要去做 也容易 每一個人 都能夠做得到 可以普遍到 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族群 任何的人類 所以呢 它的特色就是 容易的意 易行道 容易去實踐 如果論修行的話呢 它容易修行 所以叫做易行道 那麽它 跟其他的法門 其他的宗教 相比的話呢 它就比較特別 特別在於 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界定會 的力量 或六度萬行的功德 功夫 就通通不是 它是靠阿彌陀佛的力量 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 全部的力量 都是為了十方眾生 因此 十方眾生 十方眾生包含 就非常的廣闊 除了佛以外 佛以外 有所謂的九法界眾生 通通包含 在十方眾生之中 十方眾生 十方眾生 阿彌陀佛 都要給他們功德 都要讓他們 沒有離開六道輪迴的 使得他們能夠離開六道輪迴 沒能快速成佛的 使得他們快速成佛 因此 阿彌陀佛 他給我們十方眾生的這個功德 這個十方眾生 就包含聖人跟凡夫 聖人就是三聖 也就是 聖文 元爵 菩薩 這三個結位的聖人 還有包含六凡 六種凡夫 就是第一道的凡夫 惡鬼道的凡夫 故事道的凡夫 人道 阿修羅道 天道的凡夫 阿彌陀佛的功德 都要平等到 給這樣的一些眾生 也就是三種聖人 也就是三種聖人 跟六種凡夫 阿彌陀佛的功德 使得三種聖人 能夠呢 聖文元爵 轉小入道 轉小聖 進入大聖 然後呢 使得菩薩 進入大聖就是菩薩的結位 能夠 往生極樂世界 快速成佛 同時阿彌陀佛 也讓六道的凡夫 都能夠離開六道 輪迴 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的 暴徒 所謂暴徒就是佛 他涅槃的境界 眾生 不管聖人凡夫 不管善人惡人 不管出家在家 不管有修行沒修行 不管善根利器 或下根頓根 都能夠平等到極樂世界 仰障彌陀的願力 都能夠在極樂世界 一起平等地成佛 這就是淨土宗淨土門 有別於其他宗派 其他教理 其他修行軌著的地方 是跟通圖法門有所不同的 因此呢 叫做特別法門 由於靠謎土的力量 人人人都能夠圓滿達成 學府的目的 也就是成佛 所以呢 叫做義賢道 因為是靠阿彌陀佛的力量 因此呢 叫做他力 跟自力是相對的 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力量不夠 或自己根本都毫無力量 那不管力量夠與不夠 只要有阿彌陀佛的力量 依靠阿彌陀佛的福利 願力功德力 所有眾生 聖凡善惡 就都能夠平等到 往生彌陀淨土 極樂世界 平等到 平等到 聖人凡夫 平等到 在那裡 同時的 一時的 通通成佛 這就是 涅槃的境界 所謂涅槃 就是不生 不滅 不生 不滅 就是佛的境界 如果不是佛的境界 還有生 有滅 譬如說 我們六道輪迴 叫做分斷生死 有分斷的 生滅的過程 叫做分斷生死 那如果是菩薩的話呢 菩薩有四十一品的無影 那所謂的 斷一份無影 正一份法性 無影 分分斷 法性分分正 因此 它還有這個 生根滅的過程 所以呢 它叫做 便意 生死 所以 就六道的凡夫 有分斷生死 就菩薩的聖者 便意生死來講呢 都不能稱為 是涅槃的境界 那麼極樂世界 既然是涅槃的 極樂世界 既然是涅槃的 就不管 聖人 凡夫 一旦到了極樂世界 就通通通 進入涅槃 進入涅槃就是 不生不滅 進入不生不滅 其不是 進入佛的境界 各位人友 對不對 對 如果還有 生有滅的話 那 不是 六道凡夫的 分斷生死 就是 四十一位 階級的這個 菩薩的這個 便意生死 對不對 對 那他既然 是不生不滅的 涅槃的境界 沒有 所謂 分斷的生死 便意的生死 那麼 他 不在佛的接位 會在哪一個接位啊 就沒有接位 可以安住 所以 極樂世界 是涅槃的境界 到極樂世界的話呢 你不成佛 你成什麼 所以 我們淨土中 的開宗主師 也就是 彌陀化身 的善導大師 唐朝高僧 善導大師 他就 特別 以一首記子 來顯示 極樂世界的境界 他說 極樂無為涅槃界 極樂世界就是 無為的涅槃的境界 無為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無為 假設 有生有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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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經過 某段時間 經過某一些接位 那豈不是 有生有滅 那就不能稱為涅槃 對不對 對 所以那樣的話就是有為 有為就不是涅槃 無為 無為 才是涅槃 那麼無為 什麼叫做無為呢 天性自然 叫做無為 法爾自然 叫做無為 也就是說 一旦進入那個境界 立刻到達那個果位 不需經過多長的時間 譬如說 經過一節 兩節 十節 或三大二生七節 或大節小節 如果論菩薩 他發心 學佛 就是他發心 發菩提心 要行菩薩大 進一步開始修行的話 菩薩接位 有五十二個接位 到了五十一個接位 就等嘴菩薩 進入第五十二個接位 就是妙嘴 也就是佛 那麼到極樂世界 也不需經過這一次接位 經過 十信的接位 經過十住的接位 經過十醒的接位 經過十回向的接位 然後 由初地的接位到十地 十地圓滿 進入等絕 一生補促 之後 進入廟絕 經過 這一些接位 是不需經過的 如果 要經過這一些接位的話 那只不是有為 不是無為 只不是有生 有滅 不是滅寒 對不對 所以 滅寒的定義 就是佛 極樂世界 就是佛 極樂世界 就是佛的境界 到極樂世界 不經過時間 不經過結尾 直接進入一生補兔 也就是等待 其實 直接跟阿彌陀佛的無量光 跟無量獸一樣 那既然是無量光無量獸的話 那就是佛 就是成佛 怎麼會只是一尊補兔呢 是的 由於佛的國土 只有一尊佛 其他的聖眾 即使有佛這個功能 有佛的這個功能利用 有佛這個資稿 但呢也都下降一起來 下降一起來 在一生補兔的結尾 後裏佛會 這譬如一個國家 只可能有一個國王 不可能有兩個國王 有兩個國王的話 那天下恐怕大亂啦 但這位國王如果退位了 或者是駕崩了 他的太子就會登基 繼承王位 表示他的太子 是有這個國王的資格的 只是父王還在位置上 因此他就退避到 所謂東宮的地方 成為東宮太子 東宮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 那麼我們到了極樂世界 不管聖人 不管凡夫 不管任何所有一切眾生 一旦到了極樂世界 通通通進入一生補兔 也表示通通具備成佛的功能跟功能 顯示我們一旦到了極樂世界 我們的所有的環繞 所有的無名就完全的消除了 是這種意思的